大家好,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最新日本首次公开了它的国产高超华翔导弹技术测试视频 这是4号的下午 日本防卫省装备厅发布了一段 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空弹发射实验 这是它的原文 说日本首次公布国产高超音速武器实验平台的视频 日本防卫省的官网公布了一篇 叫防区外防卫能力相关事业进展状况的新闻稿 也是涉及到这个叫划空弹 他们管它叫划空弹 日本防卫省的新闻稿是说 近期日本的国产防区外导弹 叫岛屿防卫用高速划空弹 以对仪表和测控系统进行确认为目的 进行了事前发射实验 两次时发射实验分别在今年3月23日和4月70日 进行实验地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全在美国 尽管官方公布没有说明具体地点 具体日媒猜测可能就是木骨角美军海军武器靶场 那就是日本现在是高川武器在测试 18年10月 在日本19年防卫议算中就首次确认了这个叫划空弹 应该是26亿日元的研究经备 预计说要尽快列装日本自卫队 日本正式开始它的国产的高川因素滑翔武器 这个计划 主要是岛屿防御等等 研制之初 划空弹是以26年实现早期装备为目标了 26年 另外官方现在公告结果是 划空弹未来可能会开发反舰型上军舰 中国硬件21已经有了 日本现在刚搞 比中国晚了好几代 我现在不知道日本的技术 现在能达到什么程度 因为它只是在测试仪表 实际在高川因素状态下 它仪表能不能经受住这个技 关键是它可没有风洞 它是怎么研究高川武器 中国是有风洞的 但是日本是没有的 所以我现在持怀疑态度 我们不看日本例子 咱们看一下咱们中国的31马赫返回的长额6号 这个难度 你看看日本人能不能搞出来 这个难度是日本人做不到的 长额6号返回体现在31马赫速度返回地球 这个咱们说可以理解成 实际速度已经超过东风41的存在翼了 我们以后也可以在月球发射 31马赫就往地球砸 它是现在看很多国家已经意识到了 这没法跟中国追 中国31马赫就往里砸 而且平稳的落地 长额6号返回体31马赫这种速度 现在看外媒是非常关注的 尤其是它们和中国的导弹结合 技术结合 承波体的东风时期 目前看人类能造的高尘身武器 在接近地表实施攻击的时候 最快速度也不过就是10马赫 那么这么看来 31马赫的速度确实是非常快 没有任何导弹能拦 但要这么想 我觉得就不符合中国这边的概念 因为中国还有比它更快 没有任何武器能够接近地表的时候 有31马赫的速度 地球浓厚的大气层 是根本就不允许它能达到31马赫的 实际上将一颗航天器加速到第二宇宙速度 是很难的 它得真空状态下才能有 你在进入大气层以后 你不可能有这速度 它是以31马赫进入 你这么可以说 31马赫的大气层中是不能存在的 我觉得中国可能是研究亚轨道 就是因为它是贴近于真空状态 就大型边缘 它可以快速飞 但也不可能是除非你在真空状态 可以说现在没有火箭导弹 能直接做到31马赫 达到这种航天器 基本上就是星外外星人的这种飞转了 通常来说 火箭航天器发射太空之后 第二 二级三级 然后主队的推力 有一个叫弹弓 引力弹弓效应 最后才能达到地球的弹弓 这个效应才能达到宇宙速度 第二宇宙速度 长河6号返回体的时候接近 是地球引力作用 是用地球引力给你达到这个速度 地月这种引力作用下 地球质量是月球是81倍 引力比月球强的多 所以它返回地球引力非常快 所以你看我们未来在月球建立这么一个导弹发射基地的话 我们就可以达到31马赫 进入大级层 你拦什么拦 地球引力把这个导弹给变成31马赫 看到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月球现在如果被军化 绝对没人能拦住 武器是为快不破的 31马赫组确实没有任何人能反应 这个速度进大级层内就不一样了 所以日本人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他研究高纯武器 他也就是在大级层内 不像中国 中国是奔着月球去的 大级层内就做不到31马赫 撞击到大级层以后 它也会立刻减速的 它是在燃烧 长河6号返回器 没有深入大级层情况下 它会打水漂 它打水漂实际就是为减速 当然进入大级层打了两个水漂这次 日本人不知道会不会也是采用这种技术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没有这种能力 这种东西都得需要 我看了他那个视频 它有阻合分离 可能速度不会太快 这种高超音速状态下的分离 必须得有风动 它可能没有这种 所以说速度不会太快 太空中一般暴费的航空气 就由地球大级层时速度也就只有6到7公里 每秒 比长河6号速度慢得多 这航空气就是烧了 所以你如果长河6号以31马赫进入大级层 早就烧没了 所以它也只能什么 它也只能打水漂 打水漂之后就不会烧 降到一个速度 就是一点点江速 速度达到每秒 也就是1到2马赫的时候 它就可以打开江速散了 那时候对于地面 海平面也要10公里 这就是中国现在这个长河6号 咱还没看这个东风时期呢 长河6号现在这个状态 日本人如果要搞高超音速导弹 它也得是奔着这个大气层外 对吧 大气层外 或者它在大气层内要高超音速 这个难度非常大 它得在压轨道这个方向 另外一个就是 大气阻力太大以后 物体前进的时候产生激波高温 日本人也解决不了 激波高温也解决不了 31马赫 别管几马赫吧 至少5马赫6马赫 你才能算高超 这时候的激波 日本人怎么解决 制导问题 把这些速度加上去以后 没有人能够控制了 地球引力单攻 是让它能加到31马赫 这种速度 火箭航天器 其实如果要是有这个 能发射火箭或航天器的国家 利用这个引力单攻 或者地球引力 都可以达到31马赫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 进入大气层这个技术难度 你搞定 这得风动啊 风动是拿这个风吹 这个这个横天器 然后呢 进行这个测试 它在这种大气层内状态 日本可能只解决了 在真空状态下 能达到一种超音速 高超音速状态 但是进入大气层 它怎么办 或者在亚轨道空间 它能做到这种 四五马赫 但是你进入 进入这个大气层 你怎么办 你没有风动吹啊 我觉得现在看呢 人类唯一能做到的 中国这个长期六号 31马赫就做到了 在31马赫 我就能 我也能控制 载入大气层这个 这个速度 中国是完全可以控制的 高超音速导弹的 而日本人现在做不到 美国人都做不到 日本人跟我们要说了 所以咱们就是 不用谈日本的这个 高超音导弹 咱们就看 咱们的长期六号返回 这个技术日本能不能做到 他做不到 因为载入大气层 这个阶段的这种风险 日本人现在没法承担 也没有这个技术突破 所以现在很多国家 现在也对中国这个技术 我觉得也已经服了 它没有别的可能性 像这个技术 看来是只有中国能做 日本人也做不到 所以它的高超音速导弹 咱们要防 但是咱们要心里面明白 它可能达不到 像它自己讲的那种高超音速状态 它可能也就是 也就是稍微能接近那个值 贴个边 我们现在已经是把高超音速的导弹的防御工作 已经展开了 我讲过 应该是以激光 激光比高超音速还快 应该是用激光来进行高超音速导弹的防御 这个我们几个月前就已经讲 中国在高超音速导弹防御领域 中国是第一 而且美国人都做不到 没有